你没事你老跟我灯叫啥劲呢 我就这点油还流了过年呢 这老一辈人常说 有淫的地方那就有恩怨 有恩怨就有了江湖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 东北大地上的一段 跌宕起伏的江湖故事 当时呢辽东半岛 溜进来不少贼寇 给咱这边城啊 讲话那是乱七八糟 鸡肥狗跳的 那时候的吵证实在是不外 甚至还有人做了 汉奸暗通以后 一时间边境的窝乱 那讲话就犹如 吉里狗子上谈棉花 那越少越乱 于是乎咱各路 民好汉们自发指示了 抗窝武装 并却帮助大蒜分进窝寇 把死了赶 那你说那也不能 让人骑自然身上寻人的 对不对 但这抗窝之路太不容易了 可不管敌人多么残忍 也阻挡不了好男儿 保家卫国的决心 哪怕是献出生命 而咱们的故事 就从定远盟里的一位大侠 西门长海说起 鸡血状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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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大侠 听说青州城有一股倭寇与朝廷内奸勾结 在青州地区秘密招兵买马 是有毛反之意 我明白长老的意思 近日我马上前往青州 暗中调查 并经他们一簧打进 不妥 这次杀卧行动 你已经打草惊蛇 身为缺刀门掌门 现在又突然离开门派 怕更会引起怀疑 我倒有个办法 我倒有个办法 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 你还一个人过呢 也没说找个媳妇成个家 我有一点不明白 你这个干厨子的 怎么说也算有一技放身呢 咋把日子过成这样呢 我这当地的心里看着是真不好受 走了之后你就没有露面 你回来干啥啊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哥哥吗 事关重大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你是不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呢 如果一个屋子出马黑暗 就需要一根火苗照亮它 费油不 你点它干啥呀 灯油没了可以再买 如果这个世界由进灯窟了 那就没希望了 你没事你老跟我灯叫啥劲呢 我就这点油还留得过年呢 我是想求你暂时去我那待一段时间 替我当下掌门 我那儿比你这过得好 我这个不差啥呀 不吹吃不少圈 而且我谁我也不欠我 我上你那儿干啥去 谁 西班长大 还钱 我 我不要了 你这点钱老张老还啥还还的 我不要了都说多少回来 啥玩意你不要了 该给我点钱我不想要了 说啥要还你帮我打不走他 叫你咋不开门呢 去哪咋里咋哪 小妆闹 讓开门呢 拿去 这都有十两的 用不了这些 都给你 头回碰了这事呢 藏着大哥讲究啊 不送 那行吧 用钱再跟我说 我先过去啊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呢 借你有钱呢 你给他钱干嘛呀 该我的 你可别装了 哥呀 你赶紧跟我走吧 我不走 你现在找我干嘛呀 你走干嘛了 咱爹咱娘有病的时候 你在哪呢 你现在求我 你可怜我呢 你说你吃不想吃 穿不想穿 你这是干啥呀 我啥呀 不缺吃不缺喝 我啥都有 我有快乐 你有老伴吗 我有 你有咋的 我给你找一个 那我给你去 还在 好吗 你不练腿疯 你练什么腿疯啊 练头不练腿 早晚得后悔 打不过别人 再跑一跑得快 咋做呢 他能干啥睡觉呢 哎呀 谁说我在睡觉啊 师父要出关了 你那刀练咋样了 哼 今天让你见着见着 吃着我的刀房 捏一下我功 随快随破 全是划架的 一天就知道两小失贝 哼 哼 手 哼 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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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哼 嘿 啦 哎 早的 你看 这是我给我爹新做的衣服 好看吗 颜色深了点吧 你不知道 这是最近流行新款 行 我也不懂 我做饭去了 那你给大师兄啥事也做一下呗 你想的没 我生气了 时辰已到 恭迎师父出关 恭迎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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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出来了 师父 咱这门派就就就就就 就你们这几个人啊 对啊 师父 一直不多咱们几个吗 还有个老女人呢 这儿呢 你多大呀 我三十八 师父 不行 太年轻了 这年啥轻啊 四娘比我大一岁 四娘 叶四娘 好忙 师父 老师 我是好忙 我是得住 赵得住啊 爹 我小柔 不还有个老伴呢 师父这闭关 怎么不认识了呢 咋回事啊 师父有可能是走火注魔呢 那么 走火注魔 容易气血倒流啊 不能让师父乱动 快点 把师父 什么破门牌啊 师父你别动啊 师父你别动啊 别动 你别动 别动 我 我没动啊 你想干嘛呀 你说话不算数 我得回去了 快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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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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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动 师父 我老伴呢 放声音 你师父咋样了 我就给他扎了七十二针呢 咋就扔了呢 你玩呢 那他能受得了吗 按照我师父武功该是 这七十二针能扛得住啊 谁呀 我师父 他没武功 我师父武功相当厉害 闭关他都闭没了 他闭关了 对啊 那正常了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 四平有个王大侠 由于练功走火入魔 也只是短暂的失去了内力 以西门大侠的武功造诣 恢复内力就是时间的事 但是这段期间 必须让他心情愉悦 心情越好 恢复的越快 我先过去了 嗯 上师爷你辛苦了 嗯 辛苦了 切记 这段时间 他在身边就不能离开人了 找老伴 嗯 什么师父你说啥 老伴 师父要吃饭 什么吃饭 他他说什么 老伴 老伴 病情恶化了 这说胡话了这不是吗 老伴 今天我就先收着师父吧 今天我就先收着师父吧 我去吧 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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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长海 拿命来 大晚上的 往哪儿跑啊 大晚上的 往哪儿跑啊 你们干啥呢 你们的事啊 我 我也没惹着你呢 你要去哪儿 我回我家 我 我当厨师的 雀刀门就是你的家 不是我家 我让我弟弟骗了 你已经回不去了 这些都是要杀你的人 有误会啊 我不是我弟弟 我不是那西门长海 你杀我干啥 我是他大哥 你现在要是想活命 就赶紧滚回雀刀门 记住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暴露你的身份 否则死定了 那咋让呢 想活就快回去 回去 我拿走啊 顺着山路一直走 从哪儿来往哪儿回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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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扔开 涛 这招能挂用吗 西门常在 生性胆小 这样应该能吓不住他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也只能先这样了 撤 百分之傅 能够快走 前 Thrall 我被评议明尊 快去扭了 快去扭了 不及了 好 快去扭了 哪里 有病 你 师父 看我最近刀工有没有进步 你说你跟那玩家较劲干啥呀 你让我练的不是吧 我让你练的 我真闲的 师父 我最近铁刀工可是有劲在 用头磕的 这套啥了 啥也没套 啥也没套 这不就是您接我的铁刀工吗 头发就这么没等 你跟我来一趟 师父 够了吧 再磕几个吧 劲小点就都碎了 这就小了 这是整的 那好 这好 我给你挑这个 来 别整了 够了 你咋地 做饭没啊 师父 吃汤行吗 满杂瓦呀 这不大肠中吗 这能吃吗 大不 这得泡酒 快喝 那你要吃啥呀 是吗 这碗味得捞好了 爹 你干啥呢 你要杀我饿奖了你 你还味捞好了 那我味捞好了 怎么就一只啊 爹 你忘了啊 那个不是我小的时候 你怕我孤单给我买的吗 那他自己更孤单呢 那你挂了他 再给我买一只呗 那这个先处理了 明天买两只呢 爹 吃点啥呢 这顿得捞好了 这顿得捞好了 我爹怎么好像变了个影儿似的呢 自从师父走火入魔以后 就再也没练过功 天天往厨房跑 帮我养了点毒虫 全给我炸吃 还有我那只虫鹅 我爹一天看三回 那是想吃大鹅炖头刀 不可能 那只鹅是我小的时候 我爹怕我进鹅给我买的 它怎么可能炖它呀 二十一 你知道我爹想啥不 我分析啊 大鹅 洁白无祥 大鹅呢 幼稚 非常鲜美 大鹅呢 又象征着 爱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师父应该是发情了 你说啥呢你 不是不是想谈感情了 什么意思 爹 我师兄说他要跟你找对象 我可没说啊 他们说的 谁先说的 我说的是吧 哎呀 岁数太大了 听着了吧 你们听不听着 是吧 我爹说岁数太大了 不是啊 我是说岁数太大了 不能找 看着吗 还是我了解师父吧 师父 那岁数太小又不行了 那找个啥样的呢 您去看看我这条件 是大鹅是吧 对啊 另外您都不知道我会做饭呢 一把好手艺 帮我 啥不啥 哎呀 那就瞎猫碰死耗子呗 还我瞎猫 我还得碰个死耗子 连活的都碰不着是吗 师父 少说两句吧 犯神仪咋说的 你看 不让你师父生气 多孝叔 是怕做点意 你这好萌是不 不是 不是不是 照得住 我是好萌 照得住的 你就照住吧 好萌 那中间的得呢 你缺啥你不知道吗 嗯 你得补 该干啥 好 走 走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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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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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